放飞头脑 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本集节目开始之前先警告一声 请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观看啊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臭不可闻 最不想见到的 那说它是便便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但是这世界上却有一种便便 比黄金更加昂贵 它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它的故事 2008年9月的一天 一个奇怪的物体被冲上了 新西兰布雷克湾的沙滩上 这块东西形状像个圆柱体 看上去和一个44加仑大的油桶 差不多个头 颜色灰白细腻而硬实 海滩上不断的有人来人往 就有一个男人好奇的上前去查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见他掏出了随身的小刀 割下了一块 放在鼻子前面还闻了一闻 突然间他神情大变 欣喜若狂 马上就拿着刀子大割特割了起来 而且还脱下外套 把割下来的东西给包起来 其他人一看到这个奇怪的举动 也围了过来 也学着这个男人那样 凑上去闻了一闻 也一样的神情大变惊呼起来 这下整个海滩都沸腾了 人们都跑到这个不明物体前来查看 手快的人就动手切割了 那些没有带刀的人呢 就赶紧跑回家去拿工具 消息像风一样在海边小镇传开了 镇上的人都跟风了一样 全都带着刀跑到了沙滩上 转眼间 这块灰白色的东西就被分割得一干二净 没抢到的人唉声叹气 抢到的人都兴奋的直冒鼻涕炮 在家开香槟庆祝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疯狂呢 因为当时大伙认为 这团灰白色的不明物体是龙咸香 当然这只是当时大家的以为真相是什么 会在后面揭示 在国际市场上 龙咸香是论客卖的 一克品相好的龙咸香 大约值110美元 而当时的黄金才30美元一克的 比黄金值钱了三倍的好东西 抢到了你能不兴奋吗 龙咸香的英文叫做Ambergreeze 意思就是灰色的琥珀 也有人叫它漂浮的黄金 龙咸香本身在自然状态下 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 据文工的人说 它只是一种混合了大海和泥土的味道 没啥特别的 但是如果剪下一块用火点燃 龙咸香就会让你大吃一惊了 龙咸香燃烧的烟雾 会发出一种极其清甜的香味 最奇特的是烟雾会经久不散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一把锋利的剪刀 甚至可以把烟雾剪断 或者是剪成吉柳 在香料界里面 流香时间长 以及燃烧以后的香烟 聚而不散 那是顶级香料最重要的标志 龙咸香的流香时间 是另外一种高级香料 射香的20-30倍 你就知道它有多牛了 因此龙咸香 从被发现的那一天起 就成了全球王公贵族和富豪们 追捧的顶级奢侈品 是爱马仕中的爱马仕 由于它的珍贵实在太难取得 在中世纪人们甚至认为龙咸香 能够包治百病 黑死病流行的时代 有钱的贵族把龙咸香佩戴在身上 他们认为龙咸香能够驱散瘟疫 有着无数节语花的阿拉伯贵族 不仅佩戴龙咸香 还干脆把龙咸香放到饮料里面 一饮而尽 因为他们认为 龙咸香能够让他们一阵雄风 17世纪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 最喜欢的一道菜肴就是 龙咸香炒鸡蛋 不是番茄炒鸡蛋 再配上一杯混合了龙咸香的葡萄酒 会让查理二世陛下一天的心情都很舒爽 在中国龙咸香也一直是奇珍中的奇珍 在唐朝龙咸香被称之为阿末香 明朝的家境地诸厚葱 就是龙咸香的狂热爱好者 他曾经有用760辆白银 买了8辆龙咸香的记载 创了当时龙咸香价格的世界记录 在现代龙咸香也是昂贵的香料 同时也是昂贵的定香剂 所谓定香剂就是 它能够让其他香料的香味更加持久 也更柔和 目前这种含了一丢丢龙咸香的香水 每盎司的价格是1500美元 那么这种漂浮的黄金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关于龙咸香的产生机制 都争论了好几个世纪之久了 东西方有各自的假说 明朝有一本叫《香盛》的书里说 龙咸香在世界范围内有三个产地 一个是现在印尼苏门达拉岛的西北部 第二个是斯里兰卡附近的印度洋海域 再有一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龙咸香 你听这个中文名字 其实就解释了它的生成过程嘛 咸就是口水 龙咸香那就是龙的口水 脱尔摩嘛 江湖传闻是千万不要得罪厨师 否则它会往你点的菜里面吐几口唾沫 然后它在后边的厨房 一边看你吃下它的唾沫 一边坏笑 那大家再想一想 英国国王钟情的大餐 龙咸香炒鸡蛋和龙咸香混合葡萄酒 会不会就觉得有点恶心了呢 但是把往菜肴里面吐唾沫的这个人 如果换成是一条龙 这种上天入地的神兽 那这口唾沫就不再是恶心的东西了 而是一种神奇的佐料 一种祝福了 《香盛》这本书里说 龙咸香的产生过程很是奇妙 群龙在海岛附近嬉戏的时候 会吐出丰富的泡沫 这些泡沫沉入海水 就会聚合成龙咸香 当地的渔民得冒着生命危险 才能够采集得到 首先 他们得坐上一艘像龙造型的小船 悄悄地划到龙活动的海域 然后停下来静静地随波逐流 让龙觉得这是自己的同类 才不会张开血盆大口 吞了他们 然后他们才能在海面上采香 于是大家就把这种冒着生命危险 采集来的名贵香料 叫做龙咸香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 就没有这么有想象力了 他们直接把龙咸香 称之为海上的琥珀 他们认为龙咸香 是水果、鱼竿和宝石的混合物 在海上经过海水的浸泡洗礼之后 就成了最珍贵的香料 欧洲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海豹的粪便 印度人则认为它是神鸟落在海里的粪便 总之龙咸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过程在过去上千年的时间里 都是一个谜 人们只知道这种神奇的香料 它来自于大海 谜底的解开要等到二十世纪了 1953年 一个叫克拉克的英国海洋学家 登上了一艘英国捕鲸船 南方收割记号 前往南极洲海域 克拉克收集了几十年的龙咸香 但从来不知道这种神秘的香料 到底出自于哪里 他只是听捕鲸船上的水手 说起过一个传说 有人曾经从鲸鱼的呕吐物当中 找到过龙咸香 于是克拉克决定跟随捕鲸 去一探究竟 捕鲸船设备先进运气也很好 刚进入南极圈海域之后 就捕获到了十来头抹香精 南方收割记号捕鲸船 你听这艘船的名字 就取了一个很好的彩头 进入南极海域 南方果然就像收割机一样 大有斩获 抹香精是一种庞然大物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有牙齿的鲸鱼 抹香精的英文名叫做Sperm whale 指引过来就是鲸叶鲸 这其实是捕鲸人的一个谣传 因为抹香精有一个水桶形的大脑袋 体积几乎占到了身体的三分之一 脑袋的空腔里装满了一种油 被称之为精脑油 早期的渔民见到了这种 黄乎乎黏乎乎的液体 就自发自动的产生了不雅联想 于是就给抹香精起了Sperm whale 这么一个污名精液精 精脑油的主要成分 其实是脂肪和脂化蜡 是制作蜡烛的绝佳材料 用精脑油做出的蜡烛 燃烧之后有一股天然的芳香味 而且还烟很少 是电灯发明之前最高端的照明材料 在欧洲只有贵族和有钱人家 才能够用得起这种高档货 另外精脑油还可以用来制作 润滑油肥皂油漆等等物品 精骨还可以用来做女士的群称 就是18、19世纪欧洲妇女所穿的这种中式裙 从里面撑起裙子的那个结构 所以随着航海技术和补精技术的进步 19世纪上半叶 成千上万头抹香精 做了欧洲人的刀下轨 直到石油的出现 抹香精才摆脱了被集体猎杀的悲惨命运 话说南方收割记号上的船员 把抹香精的尸体拖上甲板之后 就立刻开始处理鲸鱼尸体了 因为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死去的鲸鱼有可能发生惊爆 你没听错 真的是爆炸呀 因为鲸鱼在死前吃的食物 在胃里腐化之后 会产生大量类似甲烷 硫化氢以及氨气这样的气体 再加上死去的鲸鱼脱离了海水 暴露在空气当中以后 身体上的组织和器官腐败的速度会非常快 细菌扩散的速度越快 身体的蛋白质分解 也会产生更多的气体 增加腹部和肠道的压力 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鲸鱼的尸体就会变成一颗臭气熏天的生化炸弹 随时会喷的一声炸开 话说南方收割机号捕金船的船员们 正在忙碌处理抹香金尸体的时候 突然一个船员大叫了一声 因为当他动手清理鲸鱼的一条肠子的时候 突然间从这个肠子的一个窟窿当中 掉出了一坨黑黑的硬物体 还带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船员被恶心到了 就把这个黑色的东西一下摔到了甲板上 这时克拉克正在甲板上给鲸鱼尸体拍照 听到叫声转过身来 他看到了甲板上的这坨黑色物体 克拉克走了过去 他也不嫌恶心 就捡起了这坨臭烘烘的物体 左看看右看看还凑近了看 越看越熟悉 突然间他灵光一现 其实这就是龙咸香啊 激动万分的克拉克上岸之后 把龙咸香拿到实验室分析 终于还原出了它的生成过程 我们今天故事开头 讲到的新西兰布雷克湾 发现的那个油桶大小 类似龙咸香的物体 如果它真的是龙咸香 它大概是这么产生的 一条抹香精 正在南太平洋广阔的海域里 自由自在的捕食 它的目标叫大王乌贼 这种乌贼最长可以长到10至20米 乌贼肉柔软可口 对抹香精来讲是无上的美味 唯一有一个小烦恼就是 乌贼的嘴上有一圈很硬的壳 如果留在了鲸鱼的体内 有可能引起它的消化不良 但是这种情况99%都不会发生 一般硬壳都会被顺利排出体外 抹香精看准了一条潜伏在海底的大王乌贼 他悄悄地接近 趁对方不注意张开大口 一下就吞掉了猎物 狩猎活动顺利结束 抹香精很开心很满意 摇摇尾巴又游开了 寻找下一个猎物去了 但不幸的是这条大王乌贼 却没那么好消化 硬壳不仅留在了抹香精的体内 而且还刺穿了他的肠臂 一开始抹香精还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肚子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 但这并不影响他 继续在太平洋里面畅游和猎食 可是日积越累 食物残渣越积越多 逐渐就把这个硬壳包了起来 从而在他的肠臂上形成了一个肿块 渐渐就形成了一块又大又硬的结石 如果这条抹香精的运气不是那么差 他仍然可以很快地把结石排出体外 很多年后某个幸运的渔民 就能够在海面上或者沙滩上 捡到一颗小小的龙咸香了 但不幸的是这条抹香精很倒霉 结石挂在肠壁上没有及时排出 这样就阻挡了肠道的畅通 经年累月结石或者肠道的分泌物 粪便和食物残渣是越积越大 而且还钙化了 就变成了肠道里的最大一坨 粪便结石 以至于完全阻塞了肠道 那这时抹香精就只能在 疼痛难忍的煎熬中慢慢死去了 所以这条可怜的抹香精 实际上是被便秘给活活憋死的 死去的抹香精 尸体浮出了水面 漂流在海面上 几个小时之内尸体就开始膨胀 发出的阵阵恶臭和流出的血水 就引来了大群的鲨鱼和海鸟 等到所有的动物把抹香精的尸体 吃干抹净之后 就留下一堆筋骨沉入海底 水面上只会留下一块黑乎乎的巨大结石 说是结石 但其实它的密度没有石头那么大 否则它就会沉入海底 不会浮在水面上了 那这个结石就是龙咸香的原型了 但此时的龙咸香还没有任何价值 要拿去燃烧的话 只会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臭气 这块臭气熏天的粪便和肠道分泌物的结石 得在海水的反复冲刷下 又得在阳光的暴晒中 结石里的细菌 发生一系列神秘反应之后 它才开始蜕变成为真正的龙咸香 龙咸香的颜色分为黑色浅棕色 灰色也有白色的 颜色越浅 龙咸香的品质越高 白色就是龙咸香当中的顶配 布雷克湾的居民在海滩捡到的油桶状的物体 就是灰白相间的颜色 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欣喜若狂了 靠海吃海的居民们 哪怕自己没见过 也听父辈讲过 这是顶级龙咸香的橙色 宝贝送上门来还不快强 但事后证明布雷克湾居民们还是空欢喜了一场 真正的上等龙咸香不仅是通体灰白色 而且它是质地硬实的 像蜡状物的粪便结石 而居民们所捡到的 确实只是疑似龙咸香的物体 经过化验证明 其实它只是一块发映了的动物油脂 真正捡到龙咸香的 是这个叫小雷的英国男孩 2012年 小雷在英国南部多塞郡的海滩上 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黄色的石头 看着觉得挺好玩的 就把它带回了家 他爹老雷一看 就觉得这个石头有点蹊跷 就送到实验室去检查 这一查就查出了惊喜 原来这是一块在海上 飘了20年之久的龙咸香 重达600克 于是老雷家就发了一笔4万英镑的横彩 海洋学家克拉克 解释了龙咸香的产生过程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龙咸香能够人工合成吗 答案是既可以也不可以 因为目前实验室发现 龙咸香香味的秘密 在于一种叫做 降龙咸香芈的物质 这是龙咸香内部的一种晶体 现在化工可以人工合成相同的晶体 虽然人工合成的晶体 从分子式上来说 和天然的一毛一样 但味道上总比天然的差了那么一些 那么作为香料的价值 就不能够与天然的相比了 所以说它是既可以合成 也不能合成 天然的龙咸香 因为它的形成过程过于复杂和独特 准确地讲 迄今是没有能够达到量产目的的人工合成的工艺 在克拉克解密这个过程之前 更多的人认为龙咸香是来自于抹香精的呕吐物 现在仍然有一派人坚持这么认为 说是呕吐物可能会让人觉得好接受一点 毕竟它和中文龙咸香的这个咸字的意思相接近 都是嘴里吐出来的 都包含有唾沫吗 但是如果说它其实就是抹香精的一坨便便 人们还要用昂贵的金银器皿把它盛起来 那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呢 总之汽金龙咸香仍然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香料 也是比黄金更昂贵 需要运气才能够采集到的便便啊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便便便香料 这回瞄懂了 什么叫造化奇功 化腐朽为神奇 真的是很神奇啊 这个年纪返路 就是这个年纪远net 就是这期节目的